身材高大的奥特曼你见过 但你见过只有汤圆大小的光之幼崽吗 这天 小阿古如正霸气侧漏地坐在B王宝座上 看着魔镜中海绵宝宝的画像 小B王是十分的不爽 于是 我们的小阿古如直接来到了笔七宝海滩 并顺利地找到了海绵宝宝 以及健身成功的派大星 面对两个小海鲜我们的B王十分不屑地勾了勾手指 大喊 这嚣张的态度直接激怒了脑子里只有海绵的海绵宝宝 带着派大星就冲了过来 不过小海鲜怎么会是海王的对手 这不 一转眼他们就被风干成了标本 变成了阿古如的收藏品 首战告捷 小阿古如再次询问魔镜 这次魔镜显现出了海神波赛东的身影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海洋里也不需要两个海王 于是阿古如直接前往亚特兰蒂斯找到了海神波赛东 作为大海之神波赛东对于面前的这个小豆丁十分不屑 小阿古如这边成功地统治了大海 而另一个时空里 小西卡丽正在呼呼大睡 手拿棒棒糖的小梦正想着该如何叫醒这个只知道睡觉的渣男 四周打量了一圈 很快小梦发现了一个操控台 只见操控台上清晰地写着静止触摸的字样 不过咱们的小梦是谁 那可是贵妇级别的大渊者 这种警告怎么拦得住他们 只见她直接伸手毫不犹豫地按了上去 随着小梦的动作 房间内忽然电光涌动 传送门被成功开启 熟睡的小西卡丽直接被吸了进去 而小梦在挣扎了一会后 为了找回丢失的棒棒糖 也跟着飞进了传送门